公路大戰溜馬 兩隊都在背靠背的第一場比賽贏球 不過Liller今天小腿酸痛 無法上場 比賽開始 溜馬就展現了目前聯盟第一的攻擊效率 二年級車Mathric 連續外線得手 和助攻王Harty Burton穿針引線 幫助溜馬打出很棒的開局 佔領後 公路的防守仍沒有好轉 上季在盡快奪冠的Brock 強勢進攻還有傳球 溜馬二七比九領先 第一節是屬於溜馬的節奏 即使首節後段 字母哥開始攻擊禁區 但是溜馬還是領先 團隊投進了八個三分球 還有十一個助攻 三十八比二十四 進入到第二節 公路開始找到比賽的節奏 一樣從字母哥的打點開始 昨天遭到驅逐的Yanis 足腕只上場二十二分鐘 所以背靠背上場體力沒問題 前兩節Yanis碾壓禁區 上半場 上場十八分鐘 十二頭九中 拿下二十六分 而他下去之後 Middleton繼續接棒 上半場 Middleton也得到十二分 溜馬在第二節進攻 雖然沒有向第一節來得猛 但Mathric還是用強勢進攻 幫助球隊半場取得六分領先 溜馬半場三任得分雙位數 Mathric十六 哈利波爾特十五 Turner十四 宜蘭再戰 字母哥 aka吸道怪物 繼續在禁區無情碾壓 這球在籃底下灌進之後 公路反倒超前了 此戰他們最多曾經落後十八分 不過裁判上映沒響 也讓公路總教練大為不滿 兩次進入犯規直接遭到驅逐 字母哥逐節得分方面 分別是第一節八分 第二節十八 第三節二十 三點打完 他就拿下四十六分 也幫助公路九四比九三 打完超前一分 比賽來到第四節 公路繼續強攻禁區 字母哥這球進之後已經得到五十分了 但溜馬在Matthew以及哈利波爾特領率領下又打回來 這節兩人分別砍下了十分以及八分 接下來我們直接來看關鍵時刻 剩一分二十九秒 溜馬還落後兩分 但助攻王哈利波爾特投進了超前的三分球 這是決定性的一擊 今天他攻下二十九分 另外傳出十個助攻 而最後關頭Middleton的追平三分球並沒有投進 溜馬後續的幾個罰球也全數命中 最後一百二十六比一百二十四溜馬擊敗公路拿下三連勝 戰績六勝三敗 也超越公路 成為分區第一 今天Matthew 26分11籃板也是致勝功成 而字母哥全場五十四分超越Lavin 本季球員單場的最高得分得過輸球 最後五分十八秒 一分未得 City Social